我的恋爱时间都很长的 但是我没有空窗期 那你的这种无缝链接 是怎么连接 因为在快要崩溃的时候 这一段时间的时候 比如说我和你 我会找他谈好多次 我会跟他谈 这样下去会很危险 我说我会走开的 我会走开的 我没有要去教别的一个 如果别的一个人永远没有出现 那我永远也不会教别的一个 因为我是有惯性的那个人 我可以一直跟一个人很久 只要我没有看到别人 如果他对我足够好 我是可以不用换人的 因为我觉得谈恋爱这个过程 他说是很享受 我觉得很煎熬 因为要过一年两年 才能完完全全知道彼此 这个过程我认为是很煎熬的 我不喜欢 我更喜欢一种舒缓的感觉 就是这样 而且我都会提前一年 就会有时候更长 我就会跟他讲 我大概不喜欢什么样 我有什么毛病 我会怎么样 我会走远 我会转身 我会怎么样 但是没有人相信我 然后我就真的会走远 因为我了解我自己 我不想骗别人 我会转身 我会转身 但是我会转身 我等你 我也不能伤心 你看我